已经进入到12月 温尼泊应该算作是一个暖冬 白天的气温都在0度到零下7度之间 晚上最冷的也就零下11度到零下14度 并且雪到底也都融化了 大家好,我是吴玲阿姨 所哥又出去上沃尔玛去买油去了 第一趟买油它感觉特别划算 第二次又去买什么油呢 价钱花了多少钱 它一共又买了多少呢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我团购的买了一个双铃的套刀 大好看合适不合适这两样东西 9块9毛3这一桶多少呢 三升 三升 葵花紫油 葵花紫油 便宜 菜籽油还便宜 菜籽油得13块钱 2.84升 知道了吗 这9块3升还是葵花有点油 菜籽油对身体不好 我现在拿过来一瓶 放在灯光底下 看一看这油的质量 很清澈 100%的葵花紫油 一瓶是三升 来加拿大这么多年 在西安超市只见过花生油 葵花紫油 玉米油 最后是菜籽油 还拿了一个橄榄油 橄榄油比较奢势 通常都是拌凉菜种 也要拿它进行烹饪 来加拿这么多年 在西安超市从来没见过大豆油 参加温尼泊的团购 肖战 双铃刀 肯定是上海生产 因为它总部在上海 我之所以买双铃 其实我家里有丹铃 但丹铃刀没有双铃的刚好 我有一个双铃刀的西式刀 使用了七八年 从来没有磨过 这一套大概应该亚马逊卖 一般只有九 因为双铃在国内 它的总部在上海 但是厂家在哪 我就不清楚了 是木头的吗 还是塑料的呢 里边是木头 应该外边是塑料 这一个架子其实就挺贵的 把刀擦上去 这还有一个注意事项 刀封 封闭 拆取时请勿小心 插进去 剪子 小刀 好 蹬面 一个砍刀 一个普通切肉或切菜的刀 所以就直了 砍刀尘 还应该有一把大刀 你这拧不了 哪也说是拧过去 不是 是你这刀子 对 我一直啊 一直想买这个双铃刀 一是呢 是没法喊印过来 二呢 在国内一把刀 就卖二百多块钱人民币 双铃标志 是 是属哥在这买的 当时可能还是促销花了130多加币 145 148 148 岁前 这是单铃 啊 这呢 双铃的标志 在这呢 对 这很明显 一把双铃跟了我 至少有将近10年了 使了这么长时间 这刀从来没磨过 这是背过来的 对 这是我从国内带回来的 是属哥父亲送给我的 这是单铃的 双铃的 除了钢材就能看出来 不一样 单铃的钢材挺厚的 这是双铃的钢材薄 当时我也问过 双铃的旗舰店 人家跟我说钢材不一样 价钱就不一样 这是砍刀 切肉的跟切菜的片刀 分量就不一样 这是中式刀 85加币一套 如果按现在的汇利 大约是人民币460块钱 超合适 还赠送了相当于 蒸馒头的灰胶垫 可以水洗多次用 这刀是2022年3月9日出厂的 还有一本小小的说明书 这两个说明书留着吧 盒扔掉 这三个说明是 所愿的 但很重要 有人说明书 只能费 都得取得很 光乡